歡迎收看 阿嬤好生 腸道有廢物 女人怎麼閃亮 我有時候一天趕好幾場 那有時候又想說 漂亮的衣服穿很緊身 不能吃戴泡 直到餓的時候 哇 不得了了 稀里呼嚕就這樣子吃了 越是吃得快 他是不是拉不出來 我們一直在講腸道的老廢物 老廢物到底是誰啊 當然從大便裡面去找啦 你會越便利越多 天事實上那個 毒性的物質越多 說她將近一個月沒有大便 那一段腸子啊 大到像女生的大便那麼大 真的嗎 想當閃亮女人 如何排除身體老廢物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一起探討身體的老廢物 到底從哪裡來 該如何倒垃圾 讓體內大翻新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很多人想到體內的廢物 都只想到 你在做什麼 你在家裡的老廢物 我要給你做配合 很多人想到體內的廢物 都只想到腸胃道 看我們的頭皮屑也算是一種廢物 不是啦 你要聽到後面閃亮女人 我要配合你的動作啊 所以我們要記憶頭皮屑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閃亮女人的小咪咪 為什麼它在閃亮女人身上 都看不到廢物的蹤跡呢 對 腸胃道有廢物 血管有廢物 皮膚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廢物 那我們身體呢 有這個能力把它代謝掉 但是隨著年紀越大 我們就代謝越來越慢 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希望能夠 藉由我們的節目 讓大家能夠 把身上的廢物丟掉 留下好的精華 第一排我們要講的廢物 來自哪裡呢 腸胃道的廢物 很多耶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讓我們腸胃道裡面有廢物呢 看一下 減肥癌餓 零食跟年代季正餐 後面那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減肥癌餓 應該是沒有 越減越肥 我們來發現我們的營養素裡面 有一個叫巨量營養素 像我們的一些蛋白質脂肪 維生素蛋白質脂肪這些 但是有一些微量的一些營養素 像一些維生素 像我們的一些礦物質 那它這些都加入我們身體一些代謝的一些反應 所以你如果缺這些東西 你代謝會不好的 第二個 我們想說 你當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的腸子裡面有一些好的細菌會被你餓死 尤其是少了一些膳食纖維 所以你的一些 腸胃的身體也會受影響 好 那第三個比較常見 叫自律神經功能跟內分泌的失調 我們觀察 一個人長期不吃東西 事實上他身體的那些 因為長期的沒有吃東西 自律神經跟內分泌 這整個都已經改變了 所以你如果說你今天減肥減到最後 反而會累積 反而造成你腸道功能更加的一些緩慢 所以這個是不對 那大家講說 那我乾脆就吃點零食吧 吃點零食會不會吃少了 那我們講說 我剛剛講到說 我們需要有一些微量的營養素 去加速這些代謝 這些維生素 這些礦物質 我們吃零食好了 我們吃個牛肉乾好了 我們吃個肉鬆好了 牛肉乾裡面 事實上這些膳食纖維很低 那它的一些礦物質 維生素也幾乎都沒有 所以你吃不到你要的一些營養素 當然在加工的過程 加了很多東西 會破壞我們腸子的蠕動 一些色素 一些磷酸鹽防腐劑 所以你吃很多一些加工類的食品 對身體是非常不好的 另外一個 你可能在吃零食會吃到很多油 比如我們吃蛋糕 吃雙麒麟 吃珍珠奶茶 這些都是一些精緻的糖 這些反噬的脂肪 事實上對你腸子蠕動是沒任何好處 還有一個我剛剛講 這些東西事實上就是缺少腺食纖維跟益生菌 所以其實 胎餓減肥不對 臨時取代正餐 對你代謝也沒有任何的好處 就累積了一堆老廢物 哎呀 那到底腸道有老廢物會有什麼樣的症狀呢 看一下喔 欸 腸臟跟便祕 有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年輕的時候 就追求兩個概念 一個就是 極速瘦身 對 另外一個呢 就是跟朋友大吃大喝 對 因為大吃大喝 就很會極端的概念 可是你極速瘦身碗才可以大吃大喝 對 所以星期五的晚上 就下班 打完卡 就是跟朋友約出去大吃大喝 對 然後吃完晚餐之後 還要再吃宵夜 就一路吃到星期天晚上 對 然後星期一早上 一站讓體重計算 哇 站公斤 你就要開始極速瘦身 對 所以星期一開始 我用的方法都是 無糖綠茶 無糖豆漿 然後就這樣就熱量很低對不對 那肚子餓的時候呢 就來一塊小蛋糕 或是一條小的巧克力 才了不起兩三百 對不對 那這樣還是瘦 因為一天至少要吃進一千兩百 以上以才會維持 對 吃個兩三條也沒問題 而且 這樣吃就是它會一直拉 我就這樣一路維持到星期四早上 拉了之後呢 三公斤就回去了 星期五再繼續 Carry on 哇 我都這樣害你 年輕的時候這樣子很有效 可是 這招就完全沒有效 而且它就是會 正常吃的時候 它還是會一直拉肚子 不知道為什麼 對 一來媽這種它是一個 非常明顯的例子是 我們其實我們24小時 12經濟一直在幫你做一個規律 就是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一到五都要上班 也變成一到日都要上班 一到五大吃大喝或減重 六日又大吃大喝或減重 其實它是亂掉的 所以人體是很定性的 必須要維持著每天吃東西是規律的 但是我們提出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 事實上現在的有一些問題是 它不像一來媽這樣亂吃大吃大喝 可是它是我們叫做跨時區候鳥型的一個 不當生活造成 現代人為什麼吃那麼多保養品 而身體那麼爛 什麼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我早上在東京 下午飛上海 不過早上我出生的時候在基隆 可是我大學念台中 就造成其實我的大腸桿菌 對於當地不認識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適應 所以你是屬於一個 讓你的大腸桿菌跟那地方食物不容 比方說我今天去東京吃豬排飯 可是我下午又在台灣吃鵝阿米爽和大阿米 所以其實我們的常會到吸收不了 它的聚落也沒有辦法做一個平衡和增生的很好 所以這才是現代人我們發現說越來越糟糕 而不是只有上班的壓力而已的原因了 那佩儀姐其實拍戲或是 對像以前早期以前拍戲的時候 其實放飯時間我們可能吃得很快 因為馬上要進棚 後來現在結了會有像做彈性節目 有時候一天趕好幾場 那有時候又想說 漂亮的衣服穿得很緊身 不能吃太胖 所以從早上就餓餓餓 有一餐每一餐 然後下午又繼續錄影 錄到等到很晚的時候 你知道餓的時候 哇 不得了了 餓過頭了 可能就是 就去買藕仔煎加上麵線根 然後碗粿罵完就是這樣 稀哩呼嚕就這樣吃 然後一吃到晚上八九點的時候 吃得很飽 其實胃會很不舒服 知道自己過量 可是就是因為餓太久了 然後長期就不正常 然後越是吃得快 然後又拉不出來 那隔天 隔了幾天以後你就會很難過 那很難過的時候我就在心裡想 好吧 我就去吃麻辣鍋 對 喝那個湯 吃那個刺激的 所以你是用這個方法來治你的便祕就對了 不然對啊 不過其實大家真的知道 就是我們腸胃道部 我真的說一些髒東西太多 是糞便太多 真的對健康不好 所以譬如說像沛姨姐會用麻辣鍋的方法 那些人會用碗腸或是蟹藥之類的 可是就是我們想知道這些老廢物真的堆積久 真的會有那麼嚴重影響到我們的健康嗎 對 我們一直在講腸道的老廢物 老廢物到底是怎樣 我們經常坐在沙發上 一直在看電視吃零食蜜的 我們講腸道老廢物去哪裡找 當然從大便裡面去找 我們大便的成分是什麼 6成到7成是水分 把水分脫乾之後它是什麼東西 對身體會有壞處嗎 第一個它有一些致病菌 雖然變蜜完之後還會腹瀉 因為細菌實在是太多一些壞的細菌跑出來 第二個有一些物大便為什麼會臭 我們有一些什麼硫化氫啊 一些寒氮的廢物 ammonia 這些我剛剛講這些東西 就讓你大便覺得臭臭的 可是它也是一些毒性物質 它會抑制你的腸子的一些蠕動 它會讓你說的代謝變慢 更嚴重會產生一些 我們講一些代謝症候群 肥胖 其實素便不是單純說大便的重量而已 它是讓你代謝變慢就變成肥胖 那我們最怕最怕的是 大腸癌 我們後來發現那些老廢物裡面 像一些飲朵硫酸鹽 它會造成腎絲球硬化 還有一些雅硝胺 它會造成你的那些癌症 跟乳腺癌大腸癌都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它 而且我一直在講這個 你多少 就是說多放一天 它水是不是吸收了 它變成一個濃縮的致癌物 我們每次在討論那些毒性物質 譬如說濃度在某一個之下 是沒有毒性的 可是你知道水分吸收之下 它的毒性是更強的 所以你如果 便秘越多 事實上那個毒性的物質越多 所以其實像這些 如果說累積很久 那好像真的會有一些 很恐怖的事情發生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它其實有幾種可能的影響層面 第一種就是說 當你便秘的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 你知道你的腸道 也會有那種吃重鹹的嗜好嗎 什麼叫吃重鹹的嗜好 就是本來你的便便 只要有一些些 你就會有便意想要排他 對 可是當你長期便秘的時候 你就便量要很大的時候 它才會刺激它 產生便意想要大便 所以有個醫生說 他遇到一個曾經那種 他來的時候跟醫生說 他將近一個月沒有大便 哇 這很可能 一般一般 然後醫生那個時候去看啊 最後發現他的腸道已經幾乎就是 你再怎麼刺激他 他都覺得還好 還好還好 就都沒有便意了 然後後來真的沒辦法 他必須手術把他某一段大腸結掉 他說真的去開他的時候 那個人的那一段腸子啊 大到像 女生的大腿那麼大 真的假的 就是因為你長期都 我們的腸道 人家的腸道可能是這樣子 稍微刺激他就會覺得要收縮 把病面舉出來 可是他的長期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到變得很大 那一段就叫大腿 有些是先天就有 可是有些是後天一直變成 就有一個亂病變 所以要好好的照顧他 不能推太多 大家有沒有什麼方法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